不久以前 在一个有黄金色田野 和湛蓝色大海的王国里 发生了一个美丽的故事 在这个王国里 有一个帅气年轻人 叫牛郎 他善于驯牛耕地 还有一个漂亮姑娘 叫织女 他善于编织七彩绸缎 有一天 牛郎牵牛路过时 看到了在窗边织布的织女 像命中注定一样 两人在彼此相识的瞬间 就爱上了对方 他们的爱比春天的杜鹃还要美 比夜空中的鲜星还要灿烂 牛郎与织女许下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誓言 然而周围一些有不同想法的人们 很是嫉妒他们的爱情 而他们那些不同想法的人们 在王国里发起了战争 而战争也阻碍了牛郎和织女继续相爱 原本和平的王国变成了充满伤痛和悲伤的地方 最终那些不同想法的人们把王国分裂成了南与北两国 牛郎和织女也自此相隔两岸 牛郎在南方 织女在北方 南北两国之间还出现了一道不可跨越的活与铁之江 所以牛郎与织女再也无法相见了 织女所住的北国十分贫穷 不仅如此 统治北方的首领们为了一己私欲 不顾百姓疾苦 使北国的各个地方渐渐地变得越来越贫困 充满着饥饿和疾病 牛郎所住的南国虽然也十分贫困 但南国的人民一直齐心协力 为重建家园而努力奋斗 因为人民的努力 南国渐渐地变得生机勃勃 越来越富有 南北两国分裂已经有许多年了 活与铁之江 使得牛郎与织女迟迟不能相见 但他们一直盼望着再次相见 每天以泪洗面 祈求上天可以让他们重逢 终有一天天神被他们真挚的爱所感动 就派点了一只喜鹊去帮助他们 那只喜鹊就下定决心 在活与铁之江上面架一座坚固的桥梁 帮助牛郎与织女再次相见 于是那只喜鹊立即召集其他喜鹊们的帮助 开始为牛郎和织女建筑一座坚固的桥梁 可是 这活与铁之江又深又险 单靠他们的力量 还是完成不了 要搭建能让牛郎和织女 这对有情人相见的桥 还需要更多喜鹊的参与 至于各位朋友们 就像牛郎与织女的故事一样 朝鲜半岛长期以来一直分为南北 久久未能重归于好 朝鲜半岛的统一 只单单靠我们的希望是很难实现的 只有让各个国家形成国际性的共识 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 携手合作的时候才能解决 为了朝鲜半岛统一 我们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帮助 就像牛郎和织女 需要善良的喜鹊们的帮助一样 各位朋友们 请你们化身为喜鹊 来帮助朝鲜半岛的统一吧 渴望朝鲜半岛统一的善良的喜鹊 在韩国线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